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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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們接著往下看 怎麼解這個 一間其次的問題 我們看看Example 8 我要求 這樣的OD 我們一般沒有講 就是求它的通解 我們現在就離開應用問題 然後回到 純粹這個Equation上面的求解 這個Equation是這樣子 X減掉更好 XY Y double prong 所以 它要求它的 Generals Solution 我們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談 一階其次 它應該是用一階其次的方式 可以接的 一階其次的方式是這樣 它是落在 變數變換這樣的一個範疇下 就是它待會讓我們技巧是變數變換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看 它先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一階其次的OD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好 我們回到我們那個判斷式 我把這個 整理一下 我把它整理一下 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 F of Xy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 表現OD的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 如果它寫成這個樣子 那我把其中的X跟Y 代成Lam.x或Lam.y 看它會不會 又回到自己 看它會不會又回到自己 如果它又回到自己 那其實就表示它是 它是其次的 所以你看看你把你的這個 如果我把Lam.x 換成X 用它來取代X Lam.y 用它來取代Y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面會是 Lam.y 對不對 下面這邊是什麼 Lam.x 那在根號裡面有一個X 有個Y 所以你就分明的是 Lam.平方的Xy 那Lam.平方是不是 去了根號之後 跑出一個Lam. 所以把Lam.提出來 上下消掉 不見了 是嗎 這我就不寫了 老師剛剛講一遍 你就帶在看 你就知道說 它其實是可以 回到原來的這個 所以在這個 時刻我就會知道 那它是 一階其次的 好 所以 我已經判斷完了 這個等號 我剛剛verify過 它成立了 所以它是一階其次的 好 所以我再把這個 式子 再把它改寫一下 你剛剛這個Y 那個呢 我把它分子分母同除上 X 那會變成是這樣子 OK 我把它分子分母同除X 上面變成 Y除X 這個X 除X是1 那這邊是什麼 你X除過去 跑根號變X平方 分母變X平方 所以 月掉之後 它有一個X 好 所以這個 縫 你看這個縫 就是我們說你的 你的形式可以被你寫成 這個樣子 有沒有 你所有出現Y的 或出現X的那些變數的地方 都是可以寫成 Y over X 或是X over Y 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其次 這是其次的定義 所以好 我們到現在為止知道 OK 很好 這個是一階其次了 好 那我們怎麼解它呢 我們要用變數變換的方式 變數變換的方式 好 所以 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Y' 會等於這整項 好 那我的變數變換 我令中間Y over X 等於一個東西叫做V 叫做V 這樣就是變數變換 對不對 我把Y over X Y over X 換成V 所以這時候 Y就會等於XV Y就會變成X乘上V 好 左邊呢 我待會也可以把它帶進去 可是知道說 當我做了變數變換之後 左邊這個Y旁 好 它這樣就是 D Y D X 對不對 D Y D X 好 所以 我剛剛現在做了變數變換之後 我這個Y 變成是這個樣子 如果用我上次 上一堂課跟大家講 那種 全微分的那種模式 我就可以知道 D Y 等於什麼 這兩個0八強 這兩個是 獨立的變數 D Y 就會等於什麼 Parsial 然後D X 然後Parsial 這個另外一個 所以這樣它就是 可以變寫成什麼 X D V 加V D X OK 其中這兩項 都是 你做Parsial 所得到的 就是偏偽分 做偏偽分所得到的 比如說你這個是什麼 對這整項對什麼 對V做偏偽分 所以得到X 在這裡 這個呢 是對X做偏偽 所以會得到V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說 全微分的FOR 所以你D Y 寫成這樣子之後 你再把它 帶到最左邊那邊去 就會得到X D V 加V D X 然後就 OVER D X 然後會等於什麼 好 我要變數變換 所以我剛剛等到右邊 是不是就會變成是我要的 上面是V 下面呢 一減 更好 V 好 就會變成這個 這個樣子 好 這樣可以嗎 只是做代換而已 那 我現在做完 變數變換了 那我現在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這就是 一減更好V 然後呢 我把它交叉相乘 然後呢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再整理一下 我可以把 這項 V D X 移過來 所以我這邊就 直接移過來 變成負的 會等於0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前面這邊是 E減更好V 然後 然後 X底V 那我想把它 乘開這一項 隨便是 X底V 減掉 更好V的 X底V 我把它成為 X底V 加上 減掉 更好V X底V 然後再加上 什麼 E減掉 更好V 然後 V的 X 然後減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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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弄錯變了 來 我整理成另外一種 比較好 我把這個前面這個不要 不要畫開 我把後面這項畫開 然後減掉V更號V的dx 也就是我把這兩個不要散開 我先留著 那把右邊這個Vdx 還有一個E減更號V 我把它散開 然後再把這個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原因是因為這邊有個Vdx 這邊有個Vdx 在我盛開之後我可以看到 所以這兩個就會被我 別掉對不對 這一箱 跟這一箱 好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只剩下 這個已經沒了 我把它打x 所以我現在就只剩下 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你看它有沒有辦法做變數分離 分離變數這樣 有V的在一邊有X的在一邊 可以吧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我把有V的在一邊 我把X待會出過來 所以會是E減掉根號V 所以V的二分之一 我把根號V寫成V的二分之一 然後這邊是底V 然後這邊是底V吧 OK E減掉V的二分之一底V 然後我待會就把V的部分除過去 除過去 所以是V的 V的二分之三 然後V的二分之三 這邊有V的二分之三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把剛剛這個是 移到等號的右邊來看的話 我是除過來 E減更號V 然後V的二分之三 底V 然後會等於什麼 OK 應該會等於這個 可以嗎 我把這個E到等號右邊 然後再除 這個符號到這邊 變正號 然後這個除過來 然後 會得到這個 這個是 1減V的二分之一 然後V的二分之三 然後V的二分之三 底V 好 那到這邊的話 我當然就可以做 做一點點 化解這個這邊 是V的負二分之三 減掉多少 V的二分之一 減V的二分之三 是V的負一 好 這應該沒有錯 好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做 幾分了 做幾分 你現在已經把它做 變數分離 所以接下來就是做 做幾分 幾分這邊 7的話就是 加上 這邊加1對不對 然後再去倒數 所以 負的二分之一 這邊是 負二 然後 V的負二分之一 那這個呢 那幾分 就是 rem v 好 然後這邊 右邊 會等於 rem x 加 c 好 這邊你可以直接把 這個v 換掉就好了 v就是換成 剛剛的這個 y over x 這個 你把它換掉 那就可以 得到答案 可是如果你想要畫得 更漂亮一點 也可以 ok 所以 你可以把V帶進來 把它帶回去這個式子裡面 你就會得到一個式子 好 那 最後你可以做很多畫檢 好 那老師告訴各位 最後畫檢出來 我的樣子是這樣子 比較漂亮的 ok y乘上 y乘上 exponential 兩倍乘上 根號 x 除上y 等於k 這是透過 把它帶回去 然後再整理一下 最後得出來的 各位回去練習看看 你能不能做到這一步 好 我跟老師說 其實你只要把它帶進去 其實就可以是答案了 你通常 需要把它整理成比較漂亮 都是因為應用體 因為應用體的時候 你要真的把那些 constant 求出來的時候 你要帶 initial condition 那 initial condition 如果你是 整理得比較好看的 比較快得到你 那個 constant 可以求出來 好 所以這個例子 老師就留給各位自己學練習看看 你能不能再 把畫成像 我提供的答案那個樣子